明年再来见你 明年我要检查作业 与学员一起许下明年的约定 一连两天在巴生慈祭社交中心举办的拼布工坊 学员与老师共同回味着古早时的艺术 缝制百纳碑 最早是说因为取得布料不易 那这些妈妈 阿嬷 他们就会把它一片一片接起来 那就可以做成一个大一点的被子 所以我们在做拼布的推广 我们也是很希望是唤起大家那样子 对以前的那种回忆 就一个很好的因缘 我们邀请他来我们各家的社交中心来教学 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用手缝的百纳碑的传统 就是传承下去 一针一线把小片花布聘凑起来 考研着学员的耐心 一早从试根庄驱车两小时到巴生的林美莲 虽然精神有点疲累 但也让他感受到手工艺品的珍贵 通过这个拼布的课程 我觉得慢慢调养我们的习性 变得比较有那个忍耐度 不至于太过急性 因为太过急性 身边也会跟着很辛苦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一张百纳碑不只是有取暖的功能 更是亲亲联系的桥梁 除了远门的孩子 他总是希望有家里的感觉 当他每天晚上盖在身上的时候 他会想到这是妈妈给他的爱心 然后我女儿也是很喜欢 如果我们做母亲的也跟他培养同样的一个兴趣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遗孩子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是这样 两天的拼布工坊 学员们除了学习到缝制技巧 也吸收到了学习拼布手工的意义 这堂课老师就想看见的不是最美的成品 而是学员的那份用心 大爱新闻 李嘉宜带回答 马来西亚巴生报道